新竹市立动物园欢度85岁的生日 经历也是动物园重生的双周年 新竹市立动物园特别规划了写生的活动 市长林志坚也特别的说 他许多美好的回忆 第一次的园族跟写生都在新竹市立动物园 改造后的动物园也让来到新竹市的朋友 有多了一个可以参访的地方 而新竹市立动物园也成为大家来到新竹 必定要造访的这个景点之一 那我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能够借由写生的方式 邀请很多的小朋友一起来到动物园 用画笔留下记录 那我们也期待新竹市立动物园改造之后 这样的一个动物的基地 这样的一个生命教育的场域 能够继续成为这座城市当中 无论是孩子或者是大朋友们 共同美好回忆的地方 动物园今年举办动物园老照片 跟珍藏影片回顾展 动物文创世纪 游客凭话剧免费入场 小学生还可以参加最大奖 一万元礼券的写生比赛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 觉得新竹的那个活动非常的多 我觉得办得很好 市长林之坚表示 新竹市立动物园是限制最悠久 85岁的动物园 重生两年期间历经的疫情 休元70多天 仍然累计的将近268万参观的人次 成为了新竹市的热门景点 不仅专属于小孩 也有情侣满约会 开播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 小笑谈